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2月24日 星期三 今天要跟大家說一說一個 現在大陸發生的現象 這個也是國情的一種來的 就是 大陸最近這幾天 Twitter瘋傳了一張照片 這張照片 只看到是大陸的一個標語 提高文明衛生水平 革除漏襲 但是 他用簡體字 漏襲 變成漏印 很多網友認為這是被毀習近平的習 因為漏襲 漏襲 一個雜字 中文字來說 也是比較負面的 惡襲 不會寫良襲 所以通常 這個字 現在大陸很多時候開始被毀 這件事 其實我們也 覺得已經是回到帝制了 已經不是跟老毛時代了 因為毛澤東叫老毛毛澤東 但是當時那些人們就流行向東 為東 不會被毀的 反而反過來 很多人改過東字 所以大陸 當然 就這樣叫做什麼澤東 就是很少的 反而是很少 因為當時那些人不敢 但是 衛東 向東 安東 凡是這些 都是多人改的 好了 現在反過來 開始被毀的名字 有個雜字 這個可以說是 大陸那種 現在開始走回以前 最原始 最封建 最保守 甚至乎是傾向以往帝制 那種 那條路走 明眼人也覺得這個字 基本上如果你真的要 改了它 應該就加一劃減一劃 又或者換了另一個字 那麼漏襲呢 一般來說 現在的人就覺得 其實 很多人都刻意拿來講習近平 叫做惡習不改 現在這個惡習 真的很惡 這個漏襲真的很漏 其實 被毀 在中國就很長時間了 例如 避開一些君主的名字 這個其實反而是很重要的 因為 跟皇帝同名 或者 那個字 甚至乎本書也很少 都不敢用那個字 最有名的 我們之前節目曾經說過的 就是 這個道教的道德經 道德經 道德經所有的 行字全部都變成了常字 因為 當時的漢文帝 叫做流行 所以 所有的行字全部改成了常 而當時 其實是常俄 其實本身是恆俄的 因為被毀 就變成 恆俄 變成常俄 這個 可是有很多人不知道 本身不是上俄 名為是恆俄才對 你們是cial俄 道德經 道德經 道德經性令所有的行字 全部變成常字 另外有一個是大家可能不知道 因為要被毀的劉邦 以前也是常俄 後來就改為上閣了 因為不可以 邦就改成閣 當然最近的近代 吳邦國 同時 就是兩個字 另外還有 很多人不知道 原來開封府 開封縣 之前不是這樣改的 之前是啟封的 因為 這個 漢警帝 又會叫做校警帝 漢警帝叫做劉啟 所以開封 以前啟封就改了名為開封 這個 應該是很多人不知道的事 這些就是以前比較 多一些出名的東西 另外有一種叫聖仁偉 即是孔子 孔子 孔子名憂 本身叫孔憂 但是不說的 因為要避過 因為人家是崇尚孔子 所以避過了一個優字 優字是不說的 所以叫聖仁偉 每個年代 都有不同的 叫做 叫做 不同的年代有不同的避位 例如秦始皇 秦始皇的名字叫形正 正字就不可以 改成為端 因為端正 這是一個中文字 所以 逢是所有正就叫端 所以正月 改名為端月 所以 被毀的東西 通常是被皇帝 現在中國社會也開放了 被毀 這些 軍主皇帝 即是習近平 開始慢慢在民間 或者在官場裏面 人們開始覺得要自律了 要自我控制了 我們如果是亂說話 已經惹來殺身之禍了 所以 很多時候 那些被毀越來越多的 接下來只有越來越多 所以 所以 接下來 那個 那個 文字 真的可能會 含有一種叫做文字 香港已經有文字 香港的社會 大家已經看到了 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 這個就被人說是一個 是一個有罪的東西 不可以用的 革命也不能用 以後讀書怎麼讀呢 那些歷史書 也不敢說 光復也不敢說 所有 聽下去 覺得有機會的話 覺得有機會去 犯禁 就會自己 審查 歷史上 其實真的 各朝各代都有很多不同的被毀 皇帝的名字 甚至乎是兄弟也要被毀 例如趙康仁宋太祖 他的弟弟本身也是 趙康義 因為大家是兄弟嘛 所以由於他當了皇帝的時候 他的弟弟就要被毀 改名為趙光義 到了趙光義政變 歷史就說 他當皇帝的時候 他只能夠叫回趙光義 不可以叫趙康義 所以 這個 連自己的兄弟也無情說 同樣這個情況發生在清朝很多 這個清朝 大家也知道 愛新角羅就是滿洲人 但他們的名字也是要改的 例如 這個 雍正 雍正是人真 大家都知道 兄弟全部都是人物人物的 所以 當時 趙康印不可以改為宋祖 或者叫趙康族 繼續的族 不知為何人改為族 但是他們的兄弟 將印字改成韻 賺甚麼賺甚麼 所有皇帝都被避開了 反過來 也有皇帝因為 那些紀委太多 皇帝改名 有兩個 一個 叫做嘉慶 嘉慶本身是永嚴的 因為永字 被位太多 所有人都要改名 所以他自己改了 改成熔染 那個熔字很難 一個是潘茹的魚 加了鹽 所以改一個字 所有人都不用被位 另外道光也是一樣 道光 本身叫做綿齡 後來就改成文靈 日字邊加文 這兩個是比較特別的例子 因為他的名字太強 即是一個綿字 難道是棉花所有東西都要改名嗎 被位的太多了 他們就變成就人 尤其是永嚴 怎麼改呢 局主要改名為熔染 否則 所有人的永字都不捨得了 怎麼改呢 亦都有 因為那個 皇帝的名字 要將有一個姓氏也要改姓 這個就真的很多人 很多人受影響了 例如 在宋朝 或者在五代 宋朝 其中 宋太祖趙康人的阿爺 趙敬 他為了被位 所有姓敬的人 即是有人姓敬的 就要改姓 要不就姓狗 要不就把敬拆開 要不就姓文 你隨便姓一樣 當然狗有些人不喜歡就姓文 這個情況 發生在石敬堂 因為石敬堂有個敬字 所以 凡是姓敬的人 也是要改姓 要拆開 這個真的影響很大 姓也不准 當然 皇帝死了 又改了 中國人的文字 其實有時候 其實有時候反過來也挺繞密 如果你現在開始又要搞這些東西的時候 就真的會出現 越來越多文字 香港已經在搞的了 現在 大陸也開始走這一套 其實 這個國家越來越沒有希望 你不斷走以前的舊路 哪會有希望 這一節可能會變成一個歷史文化研究 大家如果 適合的話 請多點like 幫我們share 謝謝 拜拜